三十一 孙中介 你怎么进来的 骨仓门没关 我就进来了 这么晚来什么事 你什么你呀 后边一路跟过来的吧 其实你早就在李健安家门口了 对吧 本来想看着李健安中招 结果没想到受伤的是我 孙叔姐 你太厉害了 这推你全推出来了 站起来 谁让你做的 孙叔姐 我来就是真诚地跟您赔礼道歉的 对不起 不过您得相信我 我发誓 我绝不是针对您 我就是想教训一下李健安 谁心思您今天晚上去他那儿了 而且时机还装得那么巧 时机是够巧的 我来村得这么长时间呢 这是李健安第一次 请我去他家 说喝口酒 聊聊事 孙叔姐 是这样啊 那个 你上回说那个民宿的事啊 我突然有点小想法 想跟你聊聊 没想到就是为了让我 去他家门口 感受一下你精心设计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天女散花 李健安也行 早就发现了 还专门让我去 让我感受一下你这人品 我人品怎么了 瞎包 怎么了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你口口声声说别人瞎包 我看最瞎包的就是你 采用的方式之恶劣 人品之低下 不过 正好孙叔姐 您可以换个角度想啊 您看李健安 他为了贬低我 不惜故意借刀杀人 我的天哪 孙叔姐 您现在能体会到 李健安这个人品之黑了吧 那刀总是你的吧 刀总是你的吧 刀总是你 你的吧 你看看 你看看 洗了三遍 你现在还黏黏糊糊呢 都能包饺子了快 你去 挺柔顺的呀 而且 特别香 这洗发水什么牌子 我也买一瓶 赵雨昕 你有没有点证详啊 我错了 赵雨昕 我告诉你 你别细皮笑脸的 你跟李健安 你们俩对我做的这一切 我会牢牢记住 我不会这么轻易 让他过去的 别呀 孙叔姐 您就记住李健安 就行了 别记我呀 我真的跟你道歉 要是你还不解恨 我再弄点面粉来 你破我脸上 我绝不反抗 真的 我真心实际给你道歉 我一下跪都行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孙叔姐 我真给你跪了我 我 单膝跪地 你少来这套 坐坐坐 赵雨昕 我告诉你 你不要奢望 再用以前那一套 蒙混过关 我今天非常严肃地告诉你 如果你真诚地想向我道歉 并且想争得我的原谅 那你必须得答应我 你跟李健安竞争可以 但咱必须竞争在明面上 为了咱后十高村 发展有力的明面上 你不能凡是用这种黑招 阴招 背后暗招 又是格局 格局懂吗 关键是 这容易伤及无辜 你明不明白 明白明白 孙叔姐 您放心 以后我绝对不用暗招阴招了 以后我一定当面罗对面骨子 跟你家干 我的天哪 谁让你当面罗对面骨子 跟他干了 我 行行行 我我看了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赶紧走吧 我我再说 我就我就该看好 你赶紧 好好好 好好好 快睡觉 早休息 对了孙叔姐 你那喜发牌是什么牌子啊 我买瓶 面粉牌 我错了 明天我给你送一袋 不不不 你休息 你休息 休息 对不起 休息 我错了 出去把盆让我锁上 我给打电话之前 我真应该多想想 孙光明那么聪明一个人 他能不知道你是为啥 他这事吧 比赵玉琪更恶心着 这就是呀 他走的时候连头都没回 真的生气了呀 孙暗 你平常就要耍那小聪明 你这么做不对知道吧 哥哥 你这事你就别说我了 那怎么办 那我 我 我去找他 你呀 现在先憋肚子里 看看再说 解释啥呀 越描越黑你知道吗 已经别人知道了 简短你 喂 林漾 早 太好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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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一定尽快亲自到人家公司 去跟人谈那事 孙淑姐 我们公司这次签约仪式 相当重要 来宾也都是重量级的 我对您这个股仓 是不是能够承担 这么重要的仪式 说实话 我这心里 还是有点没底啊 秦总 这样我先给您看看图片 来 您看看 这是我改建之后的股仓 完全能够满足您 所有的股仓 所有签约客户的饮食 你看 这是厨房 这儿还有一个 开放式的厨房 所有的宾客 都可以看到我们菜 是怎么做的 而我作为主厨 菜品味道 您就一百个放心 这是咱们进餐的前厅 够宽敞吧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接着说 这儿 就是我们这个股仓的后院 签完约之后呢 各位这个宾客 可以在这儿喝喝茶 晒晒太阳 这回事别具一帆风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扫揉别慌 然后 这我们股仓啊 还有客房 可以提供午休 当然 如果说不需要休息 有精力 这些客户呢 可以到我们周边 我没派那么全啊 有水库 有山林 大家去走走转转 晚餐 咱们就在这个股仓吃 然后我可以搭配 清爽一点文家菜 实在不好意思 我先接一下 您先看一下 喂 哪位 我是吉时宇现金贷 对不起 你打错了 我不需要 那你是孙光明 这没错吧 你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秦总 我门口接个电话 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我不需要贷款 你可以不需要贷款 但是你需要还款 还什么款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担保的贷款人 我们现在联系不上他了 我们只能来找你 还这个款 担保 我从来没给任何人担保过 你说我担保的这人是谁啊 贷款人叫徐薇一 当初跟我们借款的时候 他说让你做他的担保人 还跟我们说 如果他还不上 就让我们找你要 现在这个人 我们电话打不通 消失了 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 我们只能来找你 还这个款 孙叔姐 秦总一会儿还有钥匙 稍等啊 那行 那这样吧 你 你 你先给我发个地址 我一会儿 过来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不过来 不是 有点 突然 Holland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那看一下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到ショット 我们下车 请问你们谁是负责人 你叫谁啊 我叫孙光明 是你们刚才这儿给我打电话 说我给徐薇一做了担保 让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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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为了说 来 快给倒凉水 来 你都散开 来 来 来 您坐 您坐 来 没事 没事 来 坐 你这怎么知道我这些个人信息的 徐薇一告诉我们的 您看下这个 贷款人 徐薇一 贷款金额 一万二 到期还款金额 一万六 这后面呢 是他的身份证分件 您看这个是您认识的那个徐薇一吧 是 我是认识的 认识就好啊 明天十二点就是他的还款期限 现在我人找不到 电话打 打不通 我找您来过来帮他还钱 这事没毛病吧 不是 他借的钱凭什么我 让我来还呢 凭担保人这一栏上 填的是您的名字呀 我说了 你是他的男朋友 女朋友借钱不还 男朋友帮忙去把这个钱还了 这个事其实就 你等 等 等 你先等会儿 我 我 我有两件事 先必须跟你说明啊 第一 我不是他男朋友 他也不是我女朋友 其次 我没同意过 给他当这个什么什么担保人 而且 我严重怀疑 你们这种放款 催款的方式 并不合法 我们就是这个流程啊 来 来 上那边联系 你看啊 你作为他的男朋友 不想还这个钱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 多给您打几次电话 实在不行 我们往村里多走几趟 您是工具人 我们对于工具人 可是一点折都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 这个冤有头 债有主 我觉得我们还得去找找 这个徐薇一 找一找他的家人 让他父母 看看能不能帮忙 把这钱还上 再不行 我们就 发动一下广大人民群众 发发朋友圈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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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事虽然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认为你们 还是先 先别激动 你给我点时间 我先去找找他行吗 可以 谢谢 好 喂 光明 怎么了 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 你最近跟徐薇一联系过吗 我有联系 那太好了 我正到处找他呢 你这样 你能把他家里的地址 发给我吗 你们怎么了 不是 他 他把我的手机 微信全都拉黑了 你把他得罪了 那个 回头再跟你说吧 好吧 你赶紧 你先把他家里的地址 发给我 我来 你找谁啊 你好 好 我想请问一下 徐薇一是住在这儿了 已经不住这儿了 为什么呀 欠了两个月的房租 昨天晚上就给赶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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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员一一 员一一 开门 林导 你怎么找到我了 第六感 你找我干吗呀 你说呢 谁为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种不正规的民间贷款 他们的钱你也敢借啊 应急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你应急 你把担保人填我干什么呀 还把我的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家庭住址 全部都泄露给对方 你这是严重侵犯我的个人隐私 你知道吗 我不已经无意识地 把担保人训训地写完 人家怎么会把钱给我嘛 那你凭什么把我填成担保人呢 因为是后市沟村赖我账啊 是因为他们都给我三十块钱 干原费 所以导致我还不起越购 那迫于无奈 我只能去找这家公司借钱啊 你是后市沟村的第一书记 是赖江村的最高负责人 我不行选谁 这是不是很正常吗 能不能小点事 不能 后来就生气 还说 反正现在借钱公司找我了 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 你不要接电话不都好了 到去找到村里 你让赵林或赵一水 上去打上门 分分钟秒声 这样吗 记住啊 这这都什么逻辑啊 不是 我是说你 你以后怎么办 怎么怎么办 睡完了回去睡一觉 睡完了以后 就看上照常生死了 看了吗 不是 你有地方睡 你还跑到车里边去 我告诉你 我找到你之前 已经去你住的房子 找过你了 房东跟我说了 你不交房租 交不起房租 把你给轰出来 还有 那个代行公司也说了 他会找到你 找到你的朋友 找到你的家人 找到你的父母 告诉全世界 你借钱不还 就你借 你以后你还有什么信誉 你以后还找工作 谁也敢用你 人家已经很崩溃了 你为什么还要打击我 都是因为 你和这个烂战村害了我 毁了我的人生 你要还说我 你凭什么说我 为什么还要打击我 你 你 你先别哭 别哭行吧 我就哭 我 我很需要哭 我已经闯了一天了 我从昨天才有干的 我就没有吃饭 我真的要哭 不要哭我哭 别哭了 别哭了 行吧 别哭了 别哭了 要不这样吧 一会儿我先去 取点钱 先把你借的这个高利贷 给你还了 后边的事咱们再说 没等啊 怎么这么好啊 干什么呀 取钱啊 取钱你着什么急啊 又不是取你的钱 你先把饺子吃了 你先把饺子吃了 有钱了还吃什么饺子 走吧 走呀 挂嘴啊 不是 一碗六 正好 接管合同 来 着急 来 已经结清了 像你们这样讲 长信的优质客户 以后但凡有需要 直接找我啊 我当天放款 他合作愉快 帮你还了借贷公司 一万六千块钱的 本钱和利息 这四千块钱你再拿着 后石沟村跟你的账 就清了 这不对啊 后石沟村欠我三万 你应该再给我一万四 才对啊 本来我不想跟你计较的 但是就冲你这个态度 我觉得我有必要 教你一点正确的金钱观 什么 你应该再给我一万四 你也得还给我三万块钱 行 那咱从头捋一捋啊 之前你撞了我的车 是你全责 本来你应该掏三万块钱 可是呢 你没钱 由我自己承担了 这三万块钱的修车费 你是不是理亏啊 这一点破事 你还记着呢 我当然记着呀 我掏钱出来是破事 你钱没收到就是大事 行 我不跟你计较 礼上往来 股仓改建的时候 你帮我搬了砖刷了漆 我就算最大程度的慷慨 我给你两万块钱 那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万 好 我现在给够你三万 那么你得还我一万 对吧 这个账 是不是就彻底清了呀 真是小气 一个大男人 把小女生欠了情妻 这么清楚 我告诉你啊 你会没朋友的 更没女朋友 这就付老你操心了 所有的账结清了 说说你吧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接下来的生活 怎么继续啊 就拿着这四千块钱 包括那个按揭来的 小豪车 天天吃住 还都在车里边解决 然后等下个月还车 再还不起的时候 再去借贷公司借钱 我也愁着呢 学医不是我说你 你就是懒 你们的生活态度有问题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不应该是立志 当个什么网红 你要去找一份正经工作 你大学不错 又是学传播的 我不相信 你就不能正正经经地去 应聘一份好工作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这个英语挂科了 所以我最后拿到的是 一页证书 就算我去正规公司应聘 我也录取不上的 你真是处处给我惊喜 那这么着吧 我帮你做个决定 把你那车卖了 减少你的债务负担 我不卖 不卖也得卖 这车啊肯定没问题 九五成心 里程表也都记着人 跑了三千公里 您吧先别自卖自夸 这样的话 我们先检查一下 行吗 明天到那边坐着 好好好 你们检查 你们检查 领导 领导 来来来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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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 我们能不能不卖它了 咱不说好了吗 只有你把这车卖了 你才能减轻你的债务 才能负担你的生活 可是我越看它 我越舍不得 我都要哭了 你看 等你以后挣了钱 你再买一辆同一款的吧 不行 再买回来就不是它了 它就是别人的它 它不是我的它了 姑娘 这就是一台车好吧 它不仅仅是一台车 它是我送给自己 第一份人生礼物 它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跟它相处这两个月 我觉得它都已经是我的亲人了 卖了它就跟卖了懒懒一样 甚至像变败我的父母你知道吗 那你父母知道 你把它比成他们吗 不知道 他们现在在外地呢 哎呀 亲情嘛 骨子里都是相通的 你能理解的对不对 哎 小姐 等一下 那车我看了 车我如您所说那样 没什么重大市场 也没什么手炮 但是这个行情啊 只能按照现在 新车的市场价 我们贬低三万来说 要是没什么问题这样 你又在这儿签个字啊 一会儿你们剩下的按揭啊 咱们倒屋里谈 好 三万还可以啊 还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不卖了 徐毕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那个 我在做的工作 没事 不好意思啊 你们小两口是不是想要的 不不不 不是小两口 不是 不是小两口 徐毕 你 你 我听说这光明书记弄那个 骨仓 大骨仓 不是为了自个儿 说是要弄那个叫什么 民宿 啥叫民宿啊 这都不知道 就是农家乐的升级板哪 把城里的人请过来 管吃管住 这是他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的 但是有一点啊 其他的干部谁都没演 都听他的 就先看他怎么折腾吧 看看风向再说 孙书记搞民宿能成吗 办不成 那为什么呀 没我呀 没我给你当参谋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 孙书记回来了 不对啊 呦呦呦呦 徐老师 对 是不是那那吗 这徐老师又回来了 什么情况 行李都是满的 对啊 这是要住下来了吧 这是要长期住下来的节奏 又回来了 不是这 这孙光明跟这徐老师 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可是得罪孙光明的 上次那面粉的事 他可是记仇啊 要不 徐老师代言咱村形象的 那个钱呢 给他结了吧 对啊 嗯 领导 你别干坐着 帮我搬一下行李啊 忙着呢 自己去 你回来回来 你回来回来 正好啊 在你上楼之前 我正式跟你严正 申明一下 从今天起 咱俩的工作关系 和性质就全变了 我那股仓呀 马上要开业 我正式聘你当我的助理 作为我的助理 你负责股仓运营的 日常事务 包括管理 公共宣传 商务接待以及收拾 月薪四千 啊 月薪才四千 你都穷成这样的 你还好意思谈条件呢 以前呢 你是咱们村请的代言人 啊 算是我们村请来的客人 所以我管你吃管你住 管你这管你那 那从今天开始就不一样了 你是这个股仓民宿 雇佣来的员工 所以说以后啊 不管小事大事 你得主动做 并且还得做好 记住了吧 记 记 记住了 小书姐 有 健验来了 忙吗 来来来 坐坐坐 徐老师 徐老师 徐老师好 有事啊 那个我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跟你 研究一下这个徐老师的事 之前呢 是因为这个村里内部的原因 拖延了给徐老师 发这个代言费的问题 孙叔姐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现在啊 就给冯进宝打电话 然后让他过来 把这个字签了 今天咱把这个事给办了 好不好 好呀好呀好呀 现在立刻马上就办 现在快快签 签 干什么办啊 忙你的去 我去超市买点吃的 行啊 你来得正好 我也再去找你说一声 我这趟去西海市啊 找到西威夷 并且把他之前这个三万块钱 已经给他结清了 你 你给他已经结清了 这次回来呢 就跟咱村里没什么关系了 从你往后呢 他算是这个 股仓民宿 正式聘请的工作人员 以后他所有的费用 也都由这个 民宿的收益里边 来给他支出 不 不是孙叔姐 那他徐老师之前 做这个代言人的时候 是跟村里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钱还得村里出 你这样吧 我现在就给冯金宝打电话 让他过来啊 咱把字签了 然后给徐老师发了钱 让徐老师把钱的 还给你 你先听我说完 首先 这个钱肯定是应该 咱们村里出 对 但是前些天呢 我听季宝也说了 说咱们村公账上 也就那么几万块钱了 所以我想啊 我先垫上吧 就算是股仓的租金吧 这个先缓一缓 也算把这钱呢 趴在咱们村公账上 能硬个齐 那 那也也也也行了 行 那就这么定 然后钱的事 咱们以后再说 以前呢 都是我做你吃 但以后不行了 餐饮啊 是咱们股仓民宿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项 非常重要的特色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就必须要 开始学做饭了 领导 我发誓啊 我真的学不会做饭的 你饶了我吧好不好 只要认真学 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我真的学不会 真的学不会啊 嗯 那行 那我就把你的手机 笔记本 电脑 游戏机 还有你的自拍杆 全部都给你没收了 等什么时候你想学了 我再什么时候还给你 好好好 我 我学 我学 偷米嘛 对吧 我会 简单的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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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米是这么洗的吗 不是吗 米要一粒一粒地洗 要把这个沉睡的大米 一粒一粒地 逐渐唤醒 饱满 焕发生机 你没事吧 让我说的做 好 一粒一粒洗 加米爸爸 现在我在给你们按摩 洗澡 洗洗 你能不能严肃点 不论做任何事情 用心 用心是最重要的 懂吗 好 拿左手固定住 否则怎么切呢 错 这切菜不是锯 错 你这是砍 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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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错 薄一点 错 不是晃 这爹 这一根手 不是两根手 是一根手 不是两根手 是一根手 错 不是右手 是左手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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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一粒给我捡起来 捡起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生活年龄看》 今天 西海市经济界 发生了一件重大新闻 本市最大民营企业 国富集团董事长 张国富先生 在股东会议上宣布 办退休 今后 他只担任集团董事长一职 集团总经理一职 由他的长孙张子仁担任 孙女张仁 张总 新闻你 集团首席财务官一职 本来我将继续关注 事情的后续发展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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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文字 乔朝 订阅 minds≠ 李教终成长到英国 导致听您用论 你然间权的军事后 Na K-12, honestly's the best 写着天氏 M认识 我爺爺 孙光明他就是我爺爺 我大哥就是李嘉 我二姐就是冯俊王 剩下这个 这就是我 你说我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算个什么东西 反正你不是一个普通村民 我肯定要比普通村民要高一点 对吧 那我是谁呢 我是 我是那个那个那个 后市沟村里的徐维一 你别看他成天跟着第一书记 同吃同喝 看上去挺风光 挺有面子 地位挺高 但实际上他 就是村里的一个外人 核心事务根本插不上手啊 也不让他插手啊 你跟人徐维一比什么呀 徐维一跟我就是一样的 你看啊 我有一个投资公司 对吗 徐维一呢 有他的一个直播间 看上去都挺风光 挺新鲜 挺刺激的 其实呢就是插可打火的 万一搞砸了 还能博大家一了 开心股吗 对不对 原来你笑什么呀 我打的比方没有问题吧 我只是发现你这个人挺逗的 你真的太不厚道了 我这找你倾诉 找你诉苦呢 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你对你爷爷的安排不满 你完全可以找他聊一聊 我是得找他聊聊 而且我会很严肃地找他聊 好 我为什么说他是我爷爷呢 你今天的任务 就是把我做菜的视频 上传到微博 然后在微博上发布 咱们股仓民宿开业的消息 好 采购满足二十人需要的 蔬菜肉类水果饮料 记住 能在村里解决的就得解决 实在没有的 再到城里的超市去买 再到村里的广播站 把咱们这个股仓民宿 开业的消息广播出去 欢迎村民前来参观 以上这些所有的事情 都做完之后 再确认一下股仓民宿 明天开业仪式 整个活动的流程安排 还有 领导 光做这些我都会累成狗了 你一共就开我四千的工资 你压榨我一万二的劳动力 你这比黑心老板还黑 就是会师傅带徒弟 头三年翻文不语 徒弟还得给师傅 端茶倒水洗脚垂背 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了 而且我就是 从头培养你的敬念精神 好习惯一旦养成 终身受益 以后你会感谢我这个师傅 像你这样的师傅 我估计我一辈子 都不会感激你的 怎么说话呢 回来之后 再把股仓前厅的这个 卫生清洁一下 steps 医生清洁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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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在君子兰大酒店举办了 抱歉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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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咱 咱们 不是都已经签约了吗 我这儿啊 不光菜 所有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们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董叔叔 在乡下股仓举办签约仪式 毕竟影响力有限 都怪我们之前考虑不周 听我说了 您的一切损失 我们来赔偿 不不 不 不是赔偿 不是钱的问题啊 你 你们看看是不是 还是得回到我这儿来办 真的很抱歉 真的去不了了 行 无 无论如何还是祝你们 签约仪式顺利啊 董叔叔 感谢您的理解 再见 请您的理解 oportun 您的理解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 咱这人还来不来呀 咱们腰个扭不扭了呀 我昨天晚上别瘾了 把衣服改了 你看我笑笑话 难怪我瞅着你天上穿 跟我们不一样哈 看一看 好别致啊 桂花嫂 你别管你自己好看 你给我们一绣点 让我们漂亮漂亮呗 对啊 行 等过一段时间 摇个大赛的时候 我跟你们每个人 都把衣服改了 都给你们绣上花 太好了 我要照 我说靳宝 孙儿出去怎么也搞这些 花里胡哨不靠谱的事 这 这 这些人在耗着呢 到现在也不来 几点了 我听说 今天这个开业典礼和签约一致 巴掌 我 黄呗 反正又不是咱操场 你话不能这么说 你得想想你的身份啊 你现在可是老赵家当家人 越是有难的时候 我觉得你越是应该 跑上去帮助他 哎 是啊 这才是个好方法 那人还不来 出事了吧 哎呀 啪啪啪打脸呢 一会儿看他这戏 怎么我还唱 我要不跟外面的村民说一声 让他们散了吧 不行 我用这股仓办民宿 就是想起个带头作用 但是村里人家 把这个民宿给推广起来 现在这开业仪式办不了了 之前说好的签约仪式 人也不来了 那我以后带领村里 大伙干什么事 还能有号召力 那现在怎么办嘛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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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主席来了 苏主席来了 苏主席 你 都等半天了 咋回事 苏主席 这个 不好意思啊 让大家久等了 我这儿出了点小问题 我这儿出了 这儿出了 这儿出了 唱了 我这儿出了 这儿出了 参加了 我再会召开 把这儿出了 我生的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